來 我先介紹那個 Sni-Pass Sni-Pass 其實呢 這個圖 你滑過去之後 我看一下 這個圖你滑過去之後 他已經有告訴你快速鍵是什麼 有沒有鍵盤上的F1 最上面那一排 最上面那一排 所以你只要 在哪個地方你要截取 比如說在這裡你要截取 按下鍵盤的F1 有沒有就進入到截取的模式了 你滑鼠滑過去 有沒有發現它會有什麼 它會自動幫你抓那個範圍 對不對 但是萬一這個範圍不是你要的 沒關係你可以用滑鼠拖曳 好比如說我要這一塊 按住拖曳 有沒有可以自己選 其實你看我們一般的那個截取 是你抓完這個範圍 放開滑鼠就 成來落定 不能再改了 可是你看我現在放開 有沒有感覺到我還可以再改 這是第一個優點 有沒有 所以沒關係 萬一 沒有抓很準 就自己在手動調整一下 而且你做完了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個工具列跑出來 有 然後 在它的左下角 因為我現在滑過去它會不見 左下角這邊有沒有一個黑黑的 有沒有說明 對不對 它有告訴你有哪些快速鍵是不是可以用 好那我們先看 在下面的工具箱這邊 有沒有這個矩形的 對不對這個應該都還好啦 矩形的什麼顏色啦 然後箭頭 你是哪一種 預設大家箭頭應該 應該是這一種啦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有大有小的 好 然後呢 這個筆啦 對不對 然後螢光筆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 假設你今天想要用這個矩形 要圓形就自己改 那我從這邊這個是我今天要講的 我就把它拖曳框選起來 那不過粗 各位 你只要會滑梳滾輪就好了 有沒有 滑梳滾輪 是不是就可以調整了 往前往後就OK了 然後呢你看 箭頭 拖曳 不夠粗 放大縮小 都是滑梳滾輪 打字也是 打進去 那通常打字我會建議就是 可以用粗體加上外框 因為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預設外框沒有開 粗體沒有開 所以感覺起來字比較細一點 所以我通常會把 描邊跟這個 粗體打開 所以像這樣子 這是 文字 有沒有 它不夠大 太大 滑梳滾輪 這樣很簡單 所以以後 你用這個 抓圖 只要會滾輪就好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還有蠻特殊的 就是 馬賽克 你看馬賽克預設那個 是不是也是小小的 筆刷不夠大 滾輪 這個軟體我們 Mac也有 老師只是你要到官方網站 對因為Mac不好意思不能用免安裝的 一定要透過安裝才行 因為它安全性的關係 它不讓你用免安裝的 所以Mac的話 老師也有 好有沒有 我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塗了 對不對 滑鼠滾輪放大縮小 好那 文字剛用過 那這裡呢有一個比較特殊 他們家的橡皮擦 平常大家看到橡皮擦好像是把我們抓的內容那個 刪掉對不對 他們家橡皮擦不是刪那個 你看喔 你拿這個橡皮擦一樣滑鼠滾輪 擦一擦有沒有發現沒有用 因為它橡皮擦擦的是什麼 它做的你自己做的註解 所以你看我剛做的 那個 馬賽克 我剛打了文字 剛剛做的圖 有沒有都可以用橡皮擦擦掉 這樣各位了解了嗎 所以它的橡皮擦比較 不一樣一點 你可以像這樣 後悔了沒關係你就 然後這個橡皮擦有橡皮擦有沒有回來了 在這裡有還原 這樣了解了 好那你看喔 如果你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要找右手邊 複製存檔 這都OK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有個丁權 他就把這個 變立貼變成什麼 不是這個截圖就變成便立貼 那老師發現這樣有什麼好處 我不管到哪一個地方有沒有都置頂 對不對 第二個 這樣會擋到人的時候 滑鼠滾輪有沒有縮小一點 老師我們在比對資料的時候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 像我常常在 最常用的就是打成績 學校系統的成績跟我手邊的成績 我要比對 那 我就不用這邊切過來這邊切過去 尤其老師只有單螢幕的時候 我雙螢幕的時候 可以比較方便用 可是我真的只有單螢幕 沒關係 放大 這樣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 很好用 這個 那 你看喔如果你不要了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鍵 你也可以直接存起來也可以直接複製 還有關閉跟銷尾有沒有 老師想想看關閉跟銷尾有什麼不一樣 字衣看起來都是 刪掉嘛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他剛剛抓的 他剛剛抓的其實在這裡 你看我剛剛抓的有沒有在這邊 有沒有在這裡 對不對剛剛有一個 這樣一個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如果我是按 銷毀 是馬上 這裡就不見 有沒有 可是我如果是按關閉 像我剛剛這就是按關閉 他還會在裡面 啊什麼時候不見 當你關機的時候就不見了 這樣理解 等於你關機的時候他就把你清掉就對了 好再把你清掉 所以都是會消失啦 只是 消失的時機不一樣而已 那 老師 我們剛剛竟然抓了好幾格了 可是 有些時候 我可能要重新再用一次 請問該怎麼辦 以前我們的 做法都是 只好自己摸著鼻子 不好意思我再重新抓一次有沒有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有些情境是沒辦法重複出來的 你當初抓的這個情境那個畫面是這樣 可是你現在要再回到相同的是不是有點困難 所以說老師再幫我按一下F1 你看 F1 你幫我閱讀一下左下角 倒數第2行 左下角倒數第2行又寫什麼 回溯截取螢幕歷史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 你截取螢幕也是有歷史的 按哪一個快速鍵 逗點跟據點 所以你看我按鍵盤上的逗點 有沒有又回來了 再按一次 有沒有再往前 再按一次 有沒有再往前 各位你知道 連我上次上課的都還在 這個 是我7月22號的 不好意思 代表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保留你今天的 各位你都不覺得 你看我上天穿的衣服到今天不一樣 如果我上次是抓這裡 今天可不可以抓這裡 跟你講一下我7月22號人在家啦 因為 這個螢幕截取 他是幫你抓全畫面的 所以雖然你當初只有抓這裡 沒關係 你有感覺到 上個月我的又回來了 這樣可以跟今天做一個對比嗎 頭髮有跟那裡喔 所以 你會發現說 當你可以回到過去 而且這個資料只有你們加油 別人沒有對不對 有沒有感覺這樣就很方便 我可以隨時回去再改 那你看我一樣 現在F1 我再回頭 剛剛在這裡 現場你看 那天真的沒人 沒人 剛好沒有拍到 那個是上課前拍的 這樣各位了解嗎 可以接受 你可以 那 不是只有這樣子喔 你還可以怎麼樣 啊 我上次那個這個字打錯了 要怎麼 拿文字過來蓋就好啊 這不是文字 有沒有我可以直接改 你可以想像以前我們做教材的時候 這種事情要不要花很多時間 我就 回到過去就好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回到過去改一下就回來啦 所以各位我們穿梭時空 有這個剪貼布 有沒有感覺他 打破了 他最大的好處就是他有創新 他打破了 螢幕擷取就只能是螢幕擷取這件事情 沒錯吧 你記得我們剛剛有說Windows加Table 不是可以回到過去嗎 你有沒有感覺現在大家都很在意你的過去 你在社群媒體的 那些紀錄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都是很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資料 你都可以找回來 這樣我們在用電腦 不管你做教材 還是做這些 就是你自己的內容 就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好這個是叫Sneepace 那 我們的P-spin呢 跟他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P-spin裡家